我不能用我当下判断说你这个人有点危险 确实你前面已经有危险的举动了 所以你当下就要解决了而不是事后 我再强调一次不要再跟我模糊焦点 所以你必须在冲突的当下解决它 而不是结束冲突之后 当下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我们来讨论最近在台湾算蛮夯的话题 就是这个台湾浩克大闹桃源超商的话题 那这个我们今天就要讨论到 支持警察的立场跟不支持警察的立场 因为毕竟浩克他本身就是错了 所以不存在支持浩克的立场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演实况剧 我们大家尽量进入自己的角色 那我们邀请到前离职员工 那你今天饰演的角色就是 这次事件喔 记得喔 这次事件 警察在里面所有的行为是合法的 那我今天要演绎的是 警察在这次事件是不合法的 那你听得懂 好 那我们尽可能带入这个 OK 这个情况齁 可是为什么反正 在美国那个枪都直接掏出来 那个东西都掏出来 咻咻咻咻了 咻咻咻完之后 美国警察会怎么样 不知道他们就可以啊 对 那会怎么样 我讲重点事情的当下 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就是 就是咻咻完啊 我跟你讲 大家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就是 不知道是你们被名嘴洗脑 还是看那个美国店 咻咻咻咻咻咻 都没事情 错了啦 咻咻完之后 报告写不完 报告写不完之外 你绝对会被先行政休假 不管你是对的 还是错的 行政休假这个期间是由当地的检察官去起诉你 去调查你 到底你这样 咻咻咻的行为是合理呢 还是过当 可是现在 就是我们的警察已经被切割了 我们先讨论你说的美国警察的部分 我还没讲完 好 那这一次的事件放在 这个美国 他的版本就是 他大闹超伤 然后美国警察就会 掏枪 或者是掏警棍 因为他如果身上没有武器的话 美国警察第一时间是不会掏枪的 如果你掏枪 piu的话 后面绝对被判刑 然后国赔几百万美金 你自己去看那个 有三个华人的频道在做 专门警察 p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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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的那个刑案讲解 大部分 如果是在 人家没有攻击武器的话呢 你就是会被判刑 不要以为美国警察上来就是这样 p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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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他有明显的攻击意图 跟他拿枪 因为美国用枪合法 那如果他没有 美国警察都是跟你好生好气的讲 即便你有枪戴在腰间 你没有掏出来 但是你有准备要这样 美国警察就是说 don't be stupid 这样 不要这样 想想你的家人怎么样 然后好生好心跟他讲 讲了十几二十分钟 直到他碰到枪拔出来 那一刹那 美国警察才会开枪 如果在他没有碰到枪 美国警察开枪 诶我就看过这个刑案的分析 美国警察被判刑了两年 可是台湾没有枪啊 所以不存在你刚才说 碰到枪警察才掏枪这个事情嘛 譬如说你现在演浩克 好你打我 OK你打我 那我这个情况下 我当下这个情况下 我打回去 因为我直发你 我要把你制服 这样打的情况就合理 美国警察的那个影片 我看过很多 你如果在冲突的当下 你用警棍弄辣椒水 弄电极枪 这绝对合理 你不会被告 但他不是在当下 你刚又说了美国警察 我今天就跟你论美国 你后来讲美国 就跟你论美国 在美国警察也是看到很多 这个游民 他在停止攻击 或是被制服 如果这个时候 美国警察继续打他的话 这个影片被目击者也好 或是被他的迷路戏拍到也好 不好意思 这个警察一样被行政修夹 被国陪 被关 被判刑 被检察官起诉 永不入用美国公务人员 可是他讲是街友嘛 对不对 不管街友还是一般人 只是他的影片是街友 我就觉得 那街友他本来就 没什么 武力 你怎么知道 美国用枪 你怎么知道他身上有没有枪 而且他已经被制服了 他已经坐在旁边 他还是被美国警察打 美国警察 因为前面被他攻击的不爽 而去打他 但这不是执法的当下 你又不在现场 你怎么知道那个浩克他到底他没有攻击能力 他把虾秒战也要靠你选啊 那你拿警方打回去啊 所以他打啦 他靠你的当下你打 他第一次已经攻击你的当下 你为什么不打 你为什么要掏咒 你为什么要让人家看到你落荒而逃 執法的当下你讨了 然后人家没有要攻击你的时候 你才打回去 OK 我们今天不讲警不警察 我演我 你演你 我今天打你的当下 这个可以在法律上 正当反卫 你只要不把我打死 你都是正当反卫 今天我打你 你不打 你不打 然后这个事情可能过了十分钟 我在这边喝水 你突然又过来打我一拳 请问你这个算正当反卫吗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就回答我这一点 你算正当反卫吗 不算啊 可是我怎么知道你 有没有在记头上 我不管啊 我要预防啊 我不管啊 你这个行为在法律上 就已经不是正当反卫了 我不管你的情绪怎么样 法就是这样 你要照法还是照你的情绪 如果大家照情绪的话 那我路边可不可以随便停车 我想停我爽啊 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情绪可不可以 我们不讨论法 这个国家不要法律 那大家这样就好了啊 你看哪一个律师跟检察官现在站出来 支持警察这个行为是对的 那如果我现在是警察 我已经没人支持我了 然后我不执法又要被骂 我没有说你不执法 你在打的当下又执法 这不是你嘛 现在所有大众就说 你看发生那么多事情 不是 你不要扯到别人 就当下 不是啊我是警察我判断吧 就是我到那边我到现场 如果我不出手的话 他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不是要急着的 你不要再给我扯别人 你当下选择了逃跑 冲突的当下 执法的当下 你已经选择了逃跑 你没有去面对这个冲突 你不用谈跟我说什么保护人民 我怕波及到那个电源啦 那我必须先拉到安全的位置啊 并没有啊 电源在旁边是你们跑走的 你并没有把电源拉走 不用再模糊焦点了 去了当下 浩克打了警察 警察打回去 全舆论 全法律 支持警察 我们谈法律 要基于法律事情 那我到底怎么做 现在没有人会告诉我警察 到底要执法还是不执法 我执法又要被骂 我不执法也要被骂 没有人说你执法会被骂 你并没有在执法当下 我刚刚已经演示过一遍了 我今天打你打回来 你是正当反胃 对我流程来说 我当下我就还在我的整个 出勤的程序里面好了 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子 那你去告 你去告中华民国法律 你去推翻中华民国法律啊 我现在都已经被切割 我要怎么告 那就没有人吃乎啊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美国也是这样啊 你们不是最爱讲美国 我刚跟你举了三个 还有五个美国的例子 不也是这样吗 那你不是最爱讲美国 来你现在找一个美国 警察开枪之后 是没事的 而这个没事是 台湾这种版本 并不是他已经套将出来跟你拼了 那好 如果我今天就 警棍也不拿出来 我就是用你们说的什么 上口靠 或者是 说服台湾 对不对 但现在重点就是 没有人怕这个东西啊 所有的犯人不怕这个东西啊 如果我今天警棍不掏出来 又有下一个浩克 多元宇宙的浩克 又放入了 然后他就想 反正上一次你只会靠手铐 我根本不怕手铐 这次的浩克比那个阿管还要壮 我哪怕你 你的手铐怎么跨不住了 我就在扁你 那我们警方才能怎么怕 那你就 冲突的当下打回去 不然要你警察干嘛 大家都司法正义就好 譬如说我现在在路上 遇到一个流氓 把我打了一下 我打不过 因为我绝对打不过 然后你掉头之后走 然后我过了十分钟 我尾随你 两个小时之后 S 可是我合理嘛 可是我跟妳讲啦 很不合理 你回到我这个行为 为什么不合理 我怕你知道报复我啊 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明天要来我家 烧名字去S我呢 为什么我又不合理了 法律赋予公权力并不是报复 法律赋予你的是 保护当下跟解决当下的冲突 可是我也没有在报复啊 他确实当下 已经过了冲突的当下 他还是在言语上面 非常激进的在那边攻击我 那你告他 你告他 对我来说 他当下就是还有 攻击性的行为 当下没有啊 当下并没有 我们从监视器看 你又不在现场 所以我们找监视器判罪公司了呢 那不然为什么他现在 在法律上是受罚的 即便他请了律师 律师会帮他辩护这个行为 然后法官会斟酌 因为你基于这个心态上 那我斟酌帮你剪一点刑 但他事实上还是错的 他又还没有最后被判刑 你怎么知道他是错的 那为什么他被起诉 那为什么被寄过 我都是切割 所以美国也都是在切割 基层警员是很辛苦的 我在跟你讨论执法的当下 再讲一个更简单的例子 我今天是乌克兰 你是俄罗斯 你侵略我 你投降了 今天刚好有一个监视器 或是一个直播画面 你已经没有我去了 但是你言语在骂我 是乌克兰 就是说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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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如果不会的话 纳粹跟日军那些行为在干嘛 今天立场颠倒也是一样 那你突然如果站起来攻击我 那你杀我啊 所以我一定要等到你有攻击我 我才要 那警察的命怎么办 你警察的命比较不值钱嘛 我一定要等到我被攻击 我被浩克一群灌倒了 是啊 是啊 那谁要去当警察 当警察这么可怜 要帮你们人民处理这些问题 然后我还要等我被打了 我才能緩急 我不能用我當下的判斷說 你這個人有點危險 確實你前面已經有危險的舉動了 所以你當下就要解決了 而不是事後 我再強調一次 不要再跟我模糊交點 所以你必須在衝突的當下解決它 而不是結束衝突之後 當下 可是他前面那個事件還沒完成 那就是因為你慫啊 我之後硬起來啊 我之後硬起來 不是 因為他沒有攻擊你 你才硬起來 這不是硬起來耶 我也要保護我自己吧 那為什麼美國警察會被判刑 為什麼荷蘭的軍事法庭 國際法庭 不是切割嘛 所以國際法庭都是要切割人的工具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是 當官每個都是那個死樣子 所以全世界都一樣 你不覺得每次出事都是下面基層嗎 他確實就是基層去打人 難道是分局長在打人嗎 分局長也被記過啦 那為什麼現在沒有人去聽 那位遠景的說法 有啊 哪沒有 他不是被記過了嗎 他不是現在要被移送了嗎 他被記過沒有人讓他解釋 當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的機會啊 他自己有要出來解釋嗎 我們現在再回到我們話題的本質 這個人有沒有錯 有啊 有啊 那我承不承認他錯 那他有錯我不能打他 你先說我承不承認他有錯 有啊 對啊 他錯最大嘛 他絕對錯嘛 他錯不代表警察也對耶 今天如果警察一去就把他 因為他攻擊警察 警察直接把他自主 絕對支持他 而且站在法律的層面上來說 他大概率 因為我現在不是法官 我只能從以前的法律來判 他大概率是沒事的 就除了寫報告之外 基本上是沒有發生的 我已經跟你說了 你只要錯過了執法的當下 做這件事情 你就是程序有問題 你自己看他在噴辣椒水之後 他打滴一下之後 他已經這樣好痛不要打了 你後面的11下是怎麼回事呢 而且重點是警察一開始說網 警察說他沒有往頭上敲 但人家這邊有 那他自己動的啊 那你就有敲到頭 你為什麼還要說沒有敲到頭 因為我今天如果朝你的肩膀這樣揮下去 那你就說對 因為我不小心有打到頭 你第一時間這樣講就好 警察還這樣拍呢 自己撞到啊 他自己頭還撞我警官啊 不管如何 他的頭有沒有流血 是不是一個事實 你在拍照的當下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頭流血 有 那你應該就說 對 他的頭有流血 而不是說 我沒有去打他的頭 是不是你主動打 還是他的頭自己白癡過來撞你 有沒有存在他頭流血的這個動作 有沒有存在他頭受傷 因為你的 這一根物體而受傷 存在嘛 你一開始就不應該避重救星 警察就這樣 那你一開始如果沒有這種錯誤的判斷 然後一開始逼中救星 你後面風向不至於到如此 好那我問最後一個我要問的問題 你們都說 警察不應該這樣子 然後警察應該有衝突當下就要制止他 現在發生過這麼多 除了這件案子之外 這麼多這麼多 警察受委屈的故事 誰可以告訴我警察到底該怎麼辦 我應該怎麼去配合大家的情緒 你都說我在照情緒好啊 那我現在我不用情緒 我來配合你們的情緒 沒有我們是依照法 所以他現在他現在被起訴 依照情緒的是你們 是你的代表 而我現在的代表是 我們依法行政 依照這個法 你就是犯了這條法 所以按照情緒走的是你們 就是 法沒辦法去面對各式各樣的狀況啊 我建議你 如果你覺得確實如此 我建議你們 去這個 遊行 去連署 抗議說應該修法 比如說 刑法第幾條第幾條 憲法第幾條第幾條 應該徵修什麼條文 或是廢族 什麼什麼條文 甚至要恢復警總時代 都可以啊 我覺得還是回到最本質的問題 不管你這個人是不是警察 我在跟你衝突的當下 你已經過了跟我衝突的當下 你第二次對我進行攻擊 這就不是合理的行為了 不然你現在打我 我明天就把你殺了 我是正當防衛 不是喔 那我明天不要把你殺 我也打你一拳 我也正當防衛 可是他還沒有過這麼久 OK那你等一下打我 過十分鐘再把你打回去 我是正當防衛 是你的雞胸肉啦